在前首相纳吉执政的时候 他的弟弟兼连昌集团前主席纳希尔 多次不顾兄弟情 那特别在1MDB丑闻上呢 他是直接抨击其中的弊端 而两天前呢 纳希尔就出版了新书 What's in a Name 那这本书其中一个最劲爆 也最有话题性的卖点呢 就是纳希尔在书中揭露了 他跟纳吉夫人罗斯玛 书嫂关系破裂的过程 那纳希尔在发布了新书之后呢 昨天晚上接受我们的姐妹台 Astro Awani访问时就透露 他跟纳吉的关系之所以会受到考验 他说都是因为1MDB的课题 而这一切的开始呢 是因为纳希尔认为 1MDB是一个很大的财务丑闻 必试图要制止纳吉 在伊玛公司的黑洞里越踩越深 纳希尔坦言 虽然两兄弟的关系 因为1MDB的课题闹得非常不愉快 但是啊 他说他还是深爱着这位哥哥的 并希望双方的关系呢 在未来能有所改善 虽然和纳吉的关系 难免还是有些疙瘩 但是连昌集团前主席纳希尔在受访时说 他还是爱着这位哥哥的 而当提到1MDB课题时 纳希尔透露 1MDB课题让他成为夹心饼 因为他曾经站出来批评一马公司 却被人质疑 他是不是有什么引译成 直到现在 外人对他这样的质疑依旧存在 在回想起509大选成绩公布的时候 纳希尔形容 当晚他的心情非常复杂 一方面担心国政会再次获胜 那1MDB问题就无法解决 但另一方面 他又希望看到更好的马来西亚 可是希盟上台 也意味着他当首相的哥哥 必须下台 作为家人 当时他的心情非常矛盾 另一方面 当然 我的兄弟 他当首席 他必须下跌 很痛 看到他面对那一刻 当然 我们家庭 所以很疲弱 纳希尔刚刚出版的这本新书 What's in the name 当中最吸引大家眼球的内容 莫过于他在新书里头 就揭露了他跟纳吉夫人罗斯玛 书嫂关系破裂的整个过程 纳希尔在书中就提到 他说 在一场开斋节的聚会上 罗斯玛就抓住纳吉的手 然后直直地就瞪着纳希尔 并且大声地说道 别跟纳希尔说话 他在跟你纳吉作对 他想要推翻你 当时候 他说好多人都把头给转过来看 而纳吉当时试图要安抚罗斯玛 也尝试要为他这位弟弟辩护 不过罗斯玛还是撂下一句 他说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有眼睛 你最好当心 纳希尔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很惊讶 之后他就给纳吉发短信 然后告诉他 他说 这将是我在这所房子里头 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 因为你的妻子 这样来敌视我 那除此之外 纳希尔也在书中爆料 他说首相办公室当年 企图要把罗斯玛挥霍的金钱 诠释为是他父亲 也就是已故顿拉萨所留下的遗产 但是他跟另外三名哥哥 就完全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污赖 因为这不单玷污了他父亲的道德跟诚信 也影射顿拉萨有额外的收入 因此后来 他就跟其他三位哥哥发布声明 驳斥首相办公厅 指顿拉萨留下了遗产的这个说法 那声明在刊登之后呢 他马上接到了纳迪的电话 而纳迪在另一端就很愤怒的说 为什么你们全部要让我在大众面前出丑 那接着首相办公厅呢 就阻止了本地媒体 就是主流媒体 报道有关的声明 不过纳希尔兄弟的说法 还是获得了国际媒体的刊登 而罗斯玛的种种事迹 才这样摊在阳光底下 引起各界关注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